在《鬼滅之刃》中,鬼王鬼舞时无惨是鬼中最强,除了当时鬼杀队最强剑十七国原意之外,没有人可以打败他,虽然无惨形式跟性格都十分凶残,但是凭借好看的样貌,还是让不少粉丝想跟他一起边喝着彼岸花茶一边晒太阳的,无惨虽然是鬼王但是因为被剧阳光,所以易容变形变成各种各样的人去生活,其实也跟他的弱点有关,无惨唯一的弱点就是阳光。 在变鬼后的漫长岁月里,通过不停地增加鬼的数量,来搜寻青色彼岸花,在被激国原意打怕了之后,无惨在躲避鬼杀队的同时,不断搜寻青色彼岸花,无惨是人类的时候,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,在一次病死的时候,他的医生冒险把心药注射给无惨,无惨因为医生想要害他所以把医生杀死,在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,从前体弱多病的他,现在已经拥有远超常人的力量,他成为了鬼滅之刃中的第一只鬼,但力量伴随而来的是 无惨再也无法接触阳光,而且需要写来补充力量,一开始的无惨闲伏在黑夜引人为生,在不断变强的过程中,无惨克服了斩首的弱点,并且通过把自己的血液,给予别人来让别人变成鬼,并且对他为命是从,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无惨,跟手下的鬼们,开始四处作弱,而无惨想要得到的是那个可以让他不再害怕,阳光的青色彼岸花,一旦吃下了青色彼岸花,那他将再也没有弱点,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强生物 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,这个鬼杀队出在最强界是纪国元一,他的出现打破鬼王无惨天下无敌的局面,纪国元一带领着,号称鬼杀队最强队伍,将无惨一步一步逼入绝境,最后更是差点将无惨斩杀,纪国元一在无惨心中,留下了深深的恐惧,从此对戴着同款耳环和头上有印记的人都有所忌惮,无惨对于纪国元一的恐惧, 让他不得不更加小心紧实地隐藏行踪,把自己欲容变形,无疑是混在人群中的最好办法,鬼杀队在之后的两百年里,都没有找到无惨,如果不是看智郎误打乌状闻到了无惨的味道,同样无惨还可以继续隐藏下去,被鬼杀队一直寻找的无惨,也把鬼杀队当成了头号大体来对待,一边隐藏行踪一边追查鬼杀队总部的下落,想要摧毁鬼杀队,无惨虽然是鬼王,但是对鬼十分厌恶,心底里还是想要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, 无惨不停更换姿态生活,也是为了不被人发现,无惨虽然是鬼王,所有鬼都是被他转化的,但是无惨对于这些鬼都是被面误,如果没有实力更能帮到他的话,那他们的存在就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液,这些鬼无惨都是觉得很有可无的,在蜘蛛山事件之后,无惨更是直接把夏贤之月全都召集起来,对于夏贤在这两百多年,一直更换的事情很在意,一言不合就把夏贤灭队,只留下一个夏二来对付鬼杀队,从这里可以看出,无惨对于其他鬼, 即使已经是十二个月都不能对他有一点无疑的意思,更加不能有太多自己的想法,不然就随手密杀,为了避免鬼聚集反抗,他还禁止鬼群居,为能在蜘蛛山搞特殊,也是因为他被无惨特取来做实验的,一句话太阔就是,我需要你们帮我当活,但是我还是瞧不起跟厌恶你们,无惨不断变换生活,另一个原因大概就是他也想变回正常人去生活,毕竟他之前也是正常人类,尽管他不能见阳光,午夜出行的他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,